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年一度红烂漫 快来看看 现在景区简锋炒的一些覆盖面积 是2018年的大概十倍以上 必料大哥相近忙 手里攥着几套房 如果对象想买车 要啥款式 自己说 好想买 普通带步的也行 东北婚礼流水席 这些菜您吃过没 还是七点半 还是北方频道 还是大海热线 还是我老三和您准点开闹 演播室里还有个爱搭词的大洋 大家好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习近平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向党的二十大做报告 报告中 一组组亮眼的数字吸引无数目光 折射出新时代十年的非凡成就 全国832个贫困线全部摘茂 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96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异地搬迁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114万亿元 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 提高7.2个百分点 稳居世界第二位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9,800元增加到81,000元 城镇化率提高11.6个百分点 达到64.7% 制造业规模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 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 高速公路网 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从1万亿元增加到28,000亿元 居世界第二位 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 我国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 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到78.2岁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6,500元增加到35,100元 城镇新增就业年均1300万人以上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10亿4000万人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 改造棚户区住房4200多万套 改造农村微房2400多万户 互联网上网人数达10亿3000万人 数字的背后是收获 是奋斗 更是希望和力量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这前两天天仿佛回到了初秋 不少人短袖都套上了 我这长袖刚收起来 别急着收厚衣服 下礼拜大衣还得再套上呢 其量天天天气暖和的就像开春的一样 我看很多人又把春装套上了 不过提醒大家伙 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呀 大伙还得把大衣找出来 因为下周呢 受冷空气的影响 全省的气温呢 起伏波动比较大 据零等省气象台的消息 10月16号到23号 全省呢 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 期间呢 有两次降水大风降温天气过程 其中呢 16号到17号 受较强冷空气影响 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 将下降8到12度 17号到19号早晨 大部分地区呢 有霜或霜冻 19号到21号 中西部地区呢 有西南大风 最大阵风呢 7到9级 各地气温呢 回升6到8度 22号到23号 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 东北部地区和东部山区呢 有小雨转雨加雪 其他地区呢 有小雨或震雨 雨雪过后呢 大部分地区的气温 将下降6到8度 降水方面 22号 福顺本溪 铁岭地区 和神福改革创新示范区 以及沈阳市区 康平 法库 宽电 凤城 有小雨转雨加雪 其他地区呢 有小雨或震雨 具体气温方面 17号到19号早晨 大部分地区呢 有霜或霜冻 17号早晨 沈阳 福顺 本溪 辽阳 铁岭地区 和神福改革创新示范区 及宽电 建平 喀佐 陵园 建昌 最低气温为零下4度到1度 大连地区6到9度 其他地区2到5度 18号到19号早晨 沈阳 福顺 本溪 丹东 复兴 辽阳 铁岭 朝阳地区和神福改革创新示范区 最低气温为零下5度到0度 大连地区4到8度 其他地区1到3度 19号到21号 全省气温将回升6到8度 22号到23号 受新鲁冷空气的影响 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相较6到8度 另外呢 18号和20号夜间 东部和南部地区局部有大雾 16号到23号 全省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呢 为三级 焦翼燃烧 注意森林防火 以及城乡居民的用火安全 总之呢 加州呢各地昼夜温差比较大 大伙呢一定要看好天气预报 适时的增减医务别感冒 同时呢 农户也要做好防风和防冻的准备 你这大一还得翻出来 下个礼拜天就是双降节气了 俗话说寒露不算冷 双降变了天 老铁们也都别不当回事 随时注意天气变化 增减医务 小心感冒 哎 三哥 你说我这两天老迷糊 你这是不是血压高啊 小小年纪得知道什么是血压高啊 高压120 压80 超过120就是血压高 不够准确 所谓高血压也称血压升高 是血液在血管当中流动的时候 对血管壁造成的压力值 持续高于正常的现象 就在今年世卫组织颁布了新的血压标准 你说的那个数值不准确了 我常年吃的酱烟药 就是血压高的时候头晕 就是后边脑脑 我家里预备血压仪了 我感觉不对劲了 或者我就量一下 过去呢我们说标准的血压 120 80 那么大于140 90 我们就认为它是有高血压 那么现在呢 这个2022年的新的标准呢 120 80还是理想血压 但是呢 只有130 85以上的血压 我们才需要关注它 因为大于130 85的血压 我们认为它是正常的高值 那么大于140 90呢 我就可以给你诊断高血压 原来普遍认为 血压的健康范围 应该是在120到80毫米拱住之间 但根据临床上的 高血压年轻化和中年化 世卫组织重新界定了 标准血压值 新标准在130到85毫米拱住之间 您知道如何准确地 测出血压值吗 就是我们在量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呢 座位或者是平落位都可以 就像是你这个走卧这个地方 跟心脏基本在一个水平线上 然后让它平静几分钟 否则的话 它的血压是不真实的血压 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走卧 这个走卧 它的上边一两个厘米处 把它贴在里边 然后呢绑好之后呢 你能够感到这个呢 既不紧又不松 它就是很自然地贴附在它的壁上 如果说太紧太松 也有影响 很简单 就它开始建 它就自动测量了 在测量的过程当中呢 不要让患者说话 也不要跟他说话 让他处于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状态 它结果出来了 或者不确定的话呢 我们可以再撤一次 那么就能够看到 你是否是你的真实的血压 高血压的危害在于 对心脑肾的损害 与没有高血压相比 高血压患者的心力衰竭危险增加六倍 中风危险增加四倍 高血压在我们医疗界呢 我们不称它为无声的杀手 除了一部分有头痛头晕之外 很多人连症状都没有 而这个高血压呢 对我们的心脑肾 以及我们的眼底 还有我们的就是各个血管 全部都有这个危害 所以我们这就叫做把器官的损害 专家建议保持良好的饮食起居习惯 对预防高血压非常重要 我们一般主张患者戒炎 减重多运动 戒炎陷酒心态平 那么我说这个最重要的 这个心态平衡 当你出现焦虑或者抑郁的时候 或者经常愤怒的时候呢 我们身体内会分泌激素 这些激素呢 会使我们的心力加快 心波量增加 久而久之呢 也就会使我们血压增高 也会发生心脑血管疾病 按照新标准 对于老年人来说 血压在140到90以下 我们就认为是很理想的血压了 考量血压数值 还要针对个体的不同情况 如果说咱们只是单纯的高血压 没有心脑血管疾病 肾脏的疾病 可以先改善一下生活方式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 血压如果还高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医院了 接下来咱们要说一处风景名胜 游山玩水 那可以降低血压 你倒是挺会联系 哥给你介绍这地儿 叫盘锦红海滩 观景郎道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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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景区的朝来朝往的景点 景区呢 全长是18公里 这也是我们景区中间的核心景点 一株株的红色的是一种植物 它叫赤简棚 然后每年呢 是四月份的时候就长出地面 刚开始的时候呢 它是浅红色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会越来越深 这两年呢 我们增加了稻田小伙车 古鱼院部落 还有一些游船呢 和一个戏水 和一些枪战类的一些互动娱乐项目 能满足不同的年龄段人群的一些需求 而且我们这块可以欣赏到景区的主题 道天话 幸福中国人 景区啊这么几年呢 也是从观光形成景区呢 逐渐向生态文明和这种互动的形象 进行一些转变 现在景区检棚草的一些覆盖面积啊 是2018年的大概十倍以上 只有生态好了 环境好了 检棚草才能长得好 也是吸引游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成立起来 人捧起来 年少大海中文国 成了花台 一个梦有五千年文明的承载 美丽中文国 世世代代 博物区成立最开始的时候 三只丹顶鹤 最近几年来讲吧 应该数量有一个很大提升 从2016年 咱改变丹顶鹤的繁育方式之后 2016年到2022年 咱们累计繁育成活270亿只 21年的时候 这个分十余个批市 范围大展140亿只丹顶鹤 今年是无论说从产弹量 可是最终除荷的成活率 都是创历史最高 就是从生态环境改善这方面来讲 每一年迁徙精油攀井的鸟儿类 无论从数量上 还是从种类上 都是在增加的 我们的家乡 在西方的天野上 现在提个叫什么生态移局 包括什么避水蓝天工程 退养欢施工程 也是给鸟留一片天地 给咱们人留下一片美好的环境 最终地在保护区上海内 龙舍不存在了 回到大自然南农去了 到野外 快会看到这些孩子 就这个季节是盘景 红海滩最美的时候 怎么样 是不是美的冒泡 你就说值不值得到此一游吧 那太值得了 难道闪完美景 再造点大米饭就螃蟹 那当宵夜了 不是你就认准 这大米饭就螃蟹了 是不是 好吃好看又好玩 大美盘景转一转 只要时间允许 大家伙在做好防护的情况下 都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 哎呀 挺长时间 没给大伙唱两句了 我就想到一首歌 我贼拉拉的爱你 我爱你胜过其汗 我自己 我这一看呢 这又要相亲了 我跟你说 我等这贼拉爱你 我都等一个礼拜了 今天出场的是一位男嘉宾 要说大哥最大的特点 就是不差钱 众里寻他在何处 贼拉爱你靠得住 我是耳听八方 眼观六路 能说会到 贼拉能闹的 红娘梦瑶 周深大事交给我呀 您就瞧好吧 这屋收拾挺干净的 还行 上午是 上午特意收拾的 还是 没有 平时反正也差不太多 是吗 王英慧52岁 职业是民航职员 现居住在沈阳市 和平区 我转一转 这是主卧呗 这叫您住这呗 对 这些收拾挺立正的 这屋子也挺大 这床也挺大 对 这个房子 当时买的是二手房 我是08年买的 上奥运会那天 看得出来 王大哥是个立正人 王大哥原本是和父母 一起生活 今年王大哥的母亲 患病离世 大哥的父亲怕触景生情 选择了去养老院生活 因为我爸现在身体 身体很好 五脏六腑什么的 体检都没问题 所以说生活完全治理 他在那儿 就是退休金足够用 王大哥也开始了 一个人的生活 每天除了上班 闲暇的时候 就是宅在家收拾屋子 或者去楼下的公园散散步 一个人最难的 就是吃饭问题 厨房基本不开火 饿了就简单吃一口 您之前是离婚了是吧 对 没有孩子 因为这个婚姻当初 没结婚的时候吧 我以为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事 当真正走进婚姻生活当中 我发现我说的这句话 是错误 他娶的不是这个人 他娶的这一个家庭 然后就是还想 让父母跟咱们一起生活 我说就是这个生活差异非常大 我说如果你父母来了的话 我说我真照顾不过来 后来因为他工作又生钱 然后资金就是工资这方面 基本上是我的倍数 就开始拿我和其他男的比 就是今天这个男的怎么成 事业上发展的差距 让王大哥和前妻之间的矛盾 越来越多 俩人也越来越过不到一块 这些年王大哥也在尝试着找个伴 但是好几次相亲 却都是以失败高中 两个人出好了的话 这钱肯定是两个人 就是说 你不能说跟我第一次见面 就谈到这个问题 然后就因为这个 就黄了能够赛 另外一个 我还有几树房子 我这些房子都是婚前财产 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对不我要是出好了 以后卖完这房子钱 是你的我的 咱可以不算 对不就是大家一起用 但是这个 我不能答应说 我卖完这房子钱 要说这王大哥经济条件 是真不错 不仅手里攥着三套房 还有一些理财产品 平时一个人也没啥开销 就是基本的生活支出 红娘梦瑶也好奇 条件这么好 大哥咋没买车呢 好扯买不起 普通带步的也行 王大哥真是成熟稳重 有实力 为人低调 有内涵 万事俱备 身边就缺一个相爱终身的伴侣了 我就想找一个沈阳市 在沈阳市的 然后父母呢 都是单位退休的 就是基本情况跟我接近 就是父母也没有负担呢 对 离婚单身 或者是离婚条件好 带女孩的都可以 身高1米58到1米63左右 您多高啊 我1米72 另外一个我不想找 跟我随处非常接近 为什么呢 反正心里就是这么险 就是因为我 前一段回忍 就是只比我小一岁 然后就是说 因为女性可能成熟早啊 什么的 反正想法就是 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所以说很多事情就是 我都跟不上步伐 您看看 干净立正 房子 车子都一步到位 你就说这男嘉宾条件行不行吧 我跟你说 这都容易抢的打起来了 来吧 姐妹们 就这条件啊 都还秀密啥呢 先下手为强 人家王大哥 没啥过高的要求 只要你真心对他好 一心过日子 什么事咱都可以研究 一个电话 这缘分说不定就来了 记住咱们的相亲电话 024 2318 7222 或者扫码抢红包加会员 来到咱们的会员平台 把您的要求和条件都发过来 哎 三哥 我看我身边的不少同学都陆陆续续结婚了 你啥都是结婚呢 咋的 你那红包在兜里面装不住啊 太厚太多呀 没事啊 你隔三差五你就往外甩 你甩拿你告诉我 我过去接去 是不是 还操心上我嘞 你合计合计你自己个儿吧 红包是甩不动 那主要是想吃席嘞 好好讲 在这儿等着呢 说到吃席 我估计老铁们肯定也都经历过 小时候城里的婚礼流水席 乡村的聚会流水席 还有冬天的大鹏流水席 那满满的都是回忆啊 有一位网络博主叫小白 专门分享了在东北生活的日常 粉丝小两万 他拍的真是特别有意思 一次他参加辽宁沈阳的流水席 那家童年记忆啊 今天小白准备去参加婚礼 小白的小学同学要结婚 然后顺便呢 小白给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东北的婚礼的流水席 小白准备 瞅瞅这一口口的大锅 满桌满盘的菜 小感觉等一下就上来了 前菜一般都以凉菜为主 东北大拉皮 黄粿猪耳朵 那都属于是常驻嘉宾了 开胃又解腻 不过咱东北老铁呢 指定是无肉不欢 这不硬菜来了 硬菜 这是我们这边就必备的撕洗丸子 还有 这是什么 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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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还是 硬菜 硬菜 是 四喜丸子 大肘子 酸菜扣肉溜三样 流水的厨师 铁打的菜 每一道都必不可少 回忆满满 不过聪明的老铁肯定察觉到了 不对劲 指定是少点啥 有肉肯定得有鱼啊 这大鱼大肉都吃了 最后一步喝点汤 到位 下了这个汤之后就没有了 就是最后一道菜有东西 这都是经典大菜 那时候咋没得叫我去呢 叫你干啥去 你个人不认不熟的 光去蹭吃蹭喝啊 那随分子我也愿意 难怪这大羊不淡定 你看那大招子 大士气丸子 我就光看看 嘴里头都咱们出来那个味道了 香啊 老话不说吗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总结起来 咱们东北半流水席 一般都是掀上凉菜 开开胃 然后呢 以肉菜为主 厚上硬菜 像大连这种靠海边的城市 一般的还喜欢整点海鲜啥的 那我老家那大鲍鱼 大螃蟹 那都得有 真是 这流水的厨师 铁打的菜单啊 那么电视机前那各位老铁 你们都吃过什么样的流水席呢 刚才大家还给我分享呢 说这家我去了之后 那一桌吃不饱咋办呢 我说你这桌吃不饱 第二桌开席你可以再去蹭去 欢迎各位啊 扫码抢红包加会员 来到咱们的会员平台 分享一下你都经历过 什么样的流水席 被念到留言的伙伴 可以获得大海热线的文化衫一站 马上你将看到 剑走篇风徐妙招 四创方法真有效 已经半个月洗头没有用洗发水了 整个头发都长出来了 牛奶过期不要扔 拿来敷脸能美白 你信吗 不客服 我觉得是可以吧 这个应该可以 预教于奖有创意 啥样奖励引路赞 罗少群的小猪 奖励的小猪卖了 好 好朋友 收说沈阳老建筑 青春回忆藏不住 我身后这个呢 就是老乌里和体育场的 V字形的大牛匠 那我看到啊 现在就剩下几座了 早也咳 晚也咳 天气一变 咳咳咳 老漫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周也喘 坐也喘 动不动就 船 船 船 老漫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牌 黄金油浇碗 采摘广西大峡谷 黄金树嫩叶 一公斤浓缩提取 一克黄金油 要力大 要效强 好书宝牌 黄金油浇碗 去得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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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得了咳 拣得了咳 平得了咳 老漫之 老咳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好 早也咳 晚也咳 天气一变 咳咳咳 周也喘 坐也喘 动不动就 喘喘喘 老漫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牌黄金油胶碗 一公斤黄金树嫩液 浓缩提取一克黄金油 要力大 要效强 老漫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好 靠着一双手 分享中国梦 请北本 中医传承 将心幽远 高真堂 弘扬中医文化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一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一人一方 辩证失智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打造高方精品 中华高方专家 半年健康百年 反复咳 痰 喘 喘 可能是肺部受损 肺功能减弱 补强肺功能很重要 养无疾牌 补肺丸 补肺益气 止咳平喘 补强肺功能 经常咳 补补肺吧 谈多谈言 补补肺吧 反复闯 补补肺吧 补肺丸 补强肺功能 肺部有起 干啥都给力 还有谁不是咱 大海热线会员呢 那您可 主流亏大了 打开手机微信 扫一扫功能 就扫这个二维码 谁扫谁摘红包 最高 88元 现金红包不忽悠 加入会员 解千筹 赶紧拿出手机 集中精力 听我说 跟我一起来操作 打开微信 扫一扫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见红包 可劲点 出了二维码 按住识别 授权登录 红包最高 88元 就这个马 扫他抢红包 人人能抢到 现金红包 抢抢抢 拼拼手气 看谁抢 现在快抢 咋还有那么老些 红包没人抢呢 哎呀妈 我都跟你着急 这么呢 咱们再来一轮大的 抢完的还能抢 没抢的 现在抢 还是扫这个二维码 进入抢红包页面 点击右侧转发按钮 出来个大海兄弟的海报 按住识别 转发给亲朋好友 他们加入会员 你还能抢现金红包 有能那你就转发 给一百人 他们加入会员 你就有一百次 抢红包的机会 拼人去的时候 到了啊 买彩票 中奖有概率 扫咱们这个马 保你能中奖 大海热线 就敢说这话 亲爱的各位家人 大海热线 正在发放现金红包 刚才掏手机 没敢探的 现在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 瞄准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就开扫 您这边 拼手气 抢红包 加会员 咱们接着跟您落 说我从笼上走过 笼上一片秋色 那爆米茶 这再给你憋卡咯 你这没有情怀 就这个季节 你不往辽东溜达溜达 那都白家了 老大门也画了 说啥都要蹬跳 还不容易爬意思吗 要爬山了 那必须来整一个 辽东第一山 凤凰山 走你 青山绿水环绕 是富氧离子超高 洗上一口 痛不透 再加上那小雾气一缭绕 仿佛进入了险境 没错 这就是咱们一个凯胃小菜 仙人湖 不登山顶 最后 上 起来走 刚走两步 会被冒汗的 不过不要急 懒人有懒车 懒车懒车 是这么懒 锁得好 走 会当凌决定 一懒出山巷 感觉如何 很害怕 这灯高往远 这多爽啊 这颜色 你不不害怕吗 你手把抓成紧的 不是 我这不合计浮稳点吗 腿有点不太平时 走啊 咋不走了呢 这没等到老牛背呢 先给我来个下马而已 你看看这楼梯 垂直上去 我这玩意 这锤是锤石上来的啊 就像攀岩的感觉似的 怎么样 上来之后这风光就不一样了吗 你说我咋上来的 你是一直抵着头看楼梯垫上来的 历尽千辛万苦 焊塔塔 但是有效果 看看这 终于咱是到老牛背了 它有一股肉 咱爬上老牛背 看看下边啥风景 走 看这铁环 你拽着它往上走 这还有 翻过老牛背就来到了玻璃山岛 遇到凡事不要慌 逃出手机 先发个朋友圈 松开手 我没事 我走 不怕 我这不往上走 我就没 你一听见呢 这中间玻璃山道 你跟边上这水泥地走 我感觉这地方很安全 这咱上到这个玻璃山道上 这就是我今天来这趟的目的之一 真的 这站到玻璃山道上 这么高的地方 往那边走 整个服饰全都是 你这城市也好 我这山也好 哎呀 心旷神怡 就舒服 就舒坦 你知道吗 这盘老牛背那段咋没有呢 回来我也问小檀呢 我说你去干啥去了 你不到老牛背飞好汉 那小檀说了 当时真爬了 这摄像老师呢 两只手抓着那个把手 始终就把摄像机他背身后来 这太不敬业了啊 第一个他是胆小 第二个他孩子还小 啥意思 怕有闪失呗 该说不说挺遗憾啊 因为老牛背呢 是凤凰山的代表性景点 其实没事挺安全的 关键是咱这设备吧 它太大了 没办法扛 这么的我保证 下次我带着航拍去啊 高低让大伙感受一下 无限风光再显风 这凤凰山确实美 值得一爬 另外呢 沈阳到丹东的这个 这条路上 就这个季节 那就跟油画似的 非常值得一走 换个话题 要说现如今有一个毛病 让很多现代人都困惑 就是脱发 那是没选好洗发水 你话也不能这么说 最近有一位大哥 他见走偏锋 声称发现了对付脱发的奥秘 已经半个月洗头 没有用洗发水了 整个头发都长出来了 一开始一个星期洗头的时候 没有用洗发水会有 然后呢慢慢的有头皮血 大哥称自己用清水洗头 五个半月以后 头顶的发量变多了 他表示不用洗发水 前几天可能头发会油腻 但十天左右清水洗后 和使用洗发水的效果差不多 大哥的做法到底靠不靠谱呢 我觉得其实并没有防脱的效果啊 那当然我们是不太建议患者 是天天用那种很强效的 洗发水去洗头的 但是呢如果用清水洗的话 因为我们头发每天都会分泌一些油脂 还有汗液 它呢会造成我们头皮的 其实就会有一种油腻感啊 而且可能会里面产生很多的 那种不饱和脂肪酸 这种其实对我们头发的生长 是非常不利的 我们日常所处的生活环境中 各种灰尘真菌都会吸附到头皮上 而清水洗头 并不能有效的清除头皮的杂质 脱发的原因也很复杂 脱发呢我们很多原因的 那从第一个来说呢那就是遗传啊 有其实有一半的人上面 他是有遗传 另外呢那跟我们生活有关系 那现在特别是很多的 80后90后因为他同时面临工作的压力 医生表示想要预防脱发 大家最重要的是要注意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少吃油炸油腻的食品 少熬夜放松心情 也不能过度的减肥 造成短时间内体重快速下降 一般来说洗发水只是短暂的作用于头发 并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脱发的效果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头皮情况 选择适合的洗发水即可 这就跟洗碗不用洗的精神似的 你说那能洗干净啥呀 反正说一千到一万 还是得调理好自己的身体 身体好了 痘痘啊脱发啥的 那些都不是问题了 马上你将看到 叔叔沈阳老建筑 青春回忆藏不住 我身后这个呢 就是老无理和体育场的 V字形的大雕像 那我看到现在就剩下几座了 牛奶过期不要扔 拿来敷脸能美白 你信吗 不靠服 我觉得还可以吧 这个应该可以 欲教于奖有创意 啥样奖励引路赞 罗绍群的小猪 奖励的小猪卖了 好 好朋友 好朋友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你的方式骨痛 葛红药膏正适合 你的慢性腰腿痛 葛红药膏正适合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红药膏正适合 葛红牌 桂龙药膏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红药膏 选用广西十万群山 道地野生药材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高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还是那些老毛病 试试葛红牌 桂龙药膏 原时生活全品的有机商城 遵选全国三千余款有机好物 所有在售有机商品 均具有有机权威认证机构 颁发的有机证书 200至500项以上的农药残留 检测为零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据说是厨房小白都能轻松搞定的 酸菜鱼预制菜 花短短几分钟 就可以吃到饭店同款的酸菜鱼 不仅能喝汤吃肉 还能涮火锅 一袋多种吃法 喜欢的小伙伴们 千万别错过哟 反复咳 痰 喘 喘 可能是肺部受损 肺功能减弱 补强肺功能很重要 养无疾牌补肺完 补肺益气 止咳平喘 补强肺功能 经常咳 补补肺吧 唐多唐年 补补肺吧 反复喘 补补肺吧 补肺完 补强肺功能 肺部有起 干啥都给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有很多陌生 尤其是老沈阳人 因为这里呢曾经是咱们中国足球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地方 它就是沈阳五里河体育场 今天大家伙来看一看 沈阳的地标区域五里河 你知道这块为啥叫五里河吗 五里河吧在历史上是血友其河 又叫小沈水 它的上游呢是万泉河 因为当时吧 这块距离圣军皇城大概五里的位置 所以定名为五里河 但是现在的五里河呢 已经成了沈阳中央商务区和CBD的代名词了 但是在咱们老沈阳人心中啊 这块依旧是中国足球的福地 和沈阳体育的胜地 而且这里呢 也是当年中国足球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地方 一提起这一事 我就热血沸腾了 这个五里河体育场呢 建于1988年 原先叫沈阳体育中心 能容纳六万多球迷 当时建完呢 是亚洲的顶级体育场之一 辽宁队当时就是在这里成为亚洲之王的 当时的亚洲杯决赛 辽宁队不负众望 击败日本横冰获得亚洲冠军 开创了中国足球的历史 当时的盛景啊 堪比欧洲冠军杯决赛 2001年的亚洲区十强赛 中国足球选择沈阳这个福地 作为中国队的主场 你说神不神奇 中国队以五胜一平不败的战绩 提前两轮在沈阳就出现了 挺进世界杯 圆了几代人的足球梦 我跟你说 那天晚上的沈阳城 是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我身后这个呢 就是老乌鲤体育场的 V字形的大雕像 那我看到啊 现在就剩下几座 虽然呢 老乌鲤体育场 因为城市的发展和规划 被拆除了 但是这里依旧是留下了 几代人的激情岁月和美好回忆 这一次开过 手机在100中间 在700中 这边可见了 确实太有年代感了 一代人的记忆 虽然现在的老乌鲤 和体育场被拆除了 但是那份关于青春的美好记忆 也会一直存在于咱们的心中 这个点呢 各位老铁晚上都吃的啥呀 周末呢 有没有改善改善伙食啊 这个时候我要说 吃的是不是有点拉仇恨了 那这么点 你明天试试咱们这个酸菜鱼 品牌 没得说 全国连锁大品牌 原料是优质的黑鱼 酸菜精选四川眉山 腌制满一年的老坛酸菜 黑鱼脆少 肉还筋道呢 都得腌好 然后呢 速冻所鲜 肉质才能够更加鲜嫩 用大骨汤这么一熬 鱼肉鲜嫩 酸菜脆爽 喝汤开胃 吃鱼解馋 酸菜拌饭 妈呀 你给我鲜个跟头 大伙拿回家 什么调料也不用放 开袋放锅里边煮熟 直接能吃 喜欢吃 爱生活的老铁 赶紧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大海热线微信公众账号 在服务里面 有一个北方嗨购 一点直接扔下单 回头呢 给你快递到家 两大袋 六十多块钱 这商房间那多少钱呢 这多合适 哎 三哥 你看我最近白了没有 咋的 你还做美容去了 效果不太明显 我看还那样 啥美容呢 我这几天嘛 我天天拿牛奶敷脸呢 人家都说这么整美白 我的妈呀 太难得了 就大眼那么抠的人 居然舍得用牛奶来敷脸 但是我建议你啊 一次你可得少买点 你别跟小柳似的 家里面囤太多牛奶 过期了都不知道 这牛奶味咋不太对劲呢 不对劲呢 别喝了 过期了吧 妈呀 我囤老多了 这都过期了 太浪费了 我有一个好想法 人网上有人说了 过期的牛奶不能喝 可以拿来敷脸 美白呢 那玩意能行吗 都过期呢 也对呀 那这过期的牛奶 到底能不能拿来敷脸呢 不靠谱 过期了我感觉对人身体肯定有害呀 我觉得还可以吧 过期了几天 我觉得没有问题 我觉得敷脸不太靠谱 因为过期了 里面可能会有细菌 从道理上来讲 是不应该用的 是吧 想想这个牛奶 过期了 那肯定变质了 是吧 它腐败了 产生很多的微生物 最常见的有细菌 有真菌 甚至其他的微生物 它产生了微生物以后 它就分解这种蛋白质啊 这种营养成分 变成有害的物质 那对人体的皮肤 甚至整个身体都不好 它细菌分解 这些代谢产物 会对皮肤产生刺激 一是中毒的反应 再就是什么 过敏的反应 所以皮肤出现 红斑 秋枕 搔痒 不舒服 严重地可以洗手到体内 你看我就说不行吗 看来吧 这没过期的牛奶 用来敷脸 确实没毛病 但是过了期的 可千万不能往脸上用了 但是这过期的牛奶 就这么扔了 太浪费了吧 肯定有别的好用处 老人好像有用到 那个发面呢 做馒头什么的 当有人说可以用它擦地板 就擦完了更亮 或者擦皮鞋 你觉得这说法而已 这个应该可以 毕竟地板 那牛奶好像也有一层 保护的作用吧 我觉得还是用专业的东西 去做就是擦地板 这些事情吧 就是过期的 我们也不知道 它到底有没有用 所以还是算了 过期几天的牛奶 其实真的可以废物利用 第一个 擦拭地板 可以将过期的牛奶和水 按照1比2的比例 稀释之后 浸湿抹布擦拭地板 因为过期牛奶中的乳酸 是很好的天然去污剂 另外 蛋白质和脂肪 可以在木板上形成保护膜 让木地板更加光亮 二 清洗墨迹 衣服上不慎沾染了墨水等脏物 可以倒入过期发酵的牛奶 进行搓洗 三 擦拭皮鞋 用软布将过期的牛奶 涂抹在鞋面上 然后用干布擦拭 这样不仅能去除污渍 还能防止皮面干裂 原来是这样啊 学到了 那我家里这些过期的牛奶 可算有用物之地了 我还以为得全扔掉呢 给我心疼坏了 不跟你说了 我赶紧回家呀 拿牛奶拖地板去了 别说这牛奶的妙用还挺多 就是别说新鲜的了 就连过期的都有这么多用处 反正咱们就记住了 过期的牛奶 你擦个地板了 擦个鞋啥就行 但是千万别往嘴里边送 也不能往脸上招呼 各位老铁别套材 来 广告过后 咱们来看看 这个学校的奖励可不一般呢 马上你将看到 日教与奖有创意 啥样奖励引路赞 罗绍群的小猪 奖励的小猪卖了 好费啊 大家好 我是铁风 我来做本期的好物推荐官 中老年人腿脚不好 此时正是补鞍糖补钙的黄金时期 在市场上随便一款鞍糖 一个月都得三四百 本档给大家推荐的是 大厂家生产的鞍糖软骨素钙 可以做到软骨硬骨一起补 护关节增加补密度 原价一盒是120元 现在只要33元一盒 除了这个超低的价格 我还为大家争取到了买10盒鞍糖软骨素钙 也就是100天用量 额外还送您三支价值218元的鞍糖霜 这个鞍糖霜就是外用鞍糖 对疼痛部位可以外用骨抹 透皮一起收 配合内股鞍糖这个黄金组合 可以说是内外霜补 好用一起收 这么算下来 一个月99块 每天3块3包钱 鞍糖加鞍糖霜 全解决 只有300组的福利 想省钱的各位千万别错过 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赶快参与鞍糖 这个鞍糖软骨素钙 每100克含钙高达12克 更有6种骨元素全面修复 再加上外用厚皮一起收的鞍糖霜 这么多东西一个月也得600左右 现在您只需要99块钱 解决一个月的量 每天只需3块3毛钱 就能给自己给爸妈 一个说走就走的骨健康 本大买10盒鞍糖软骨素钙 也就是100天用量 额外还送您三只 价值218元的鞍糖霜 只限300个名额 库存正在骤降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短信右键 跟着我一起花低价享好 欢迎回来 老三陪您见 哎哟 这缺牙膏咋办呢 中美 说那话 那中牙可不像是买牙膏啊 中就得冲着用一辈子中去 跟你过是真省啊 那咋的呀 省钱不遭罪 全国连锁口腔机构 沈阳康贝加口腔 明依中牙就位远期效果 当天中牙当天用 康贝加口腔集团种植 正肌 没齿 治疗 儿童齿科 全家的牙齿问题 一战就能解决 现在正赶上13周年院庆 可赶上优惠了 拨打31213333语越 到时候你提老三和大洋都好使 拍片检查 明依会诊 专属方案设计免费 每天只有20个名额 三哥 你说我最近咋样 咋的了 你咋的了 你咋的了 我天天我早来晚走 你不奖励奖励我 我的妈 那早来晚走不是正常的吗 还要啥奖励呀 要说奖励 还得是人家云南赵通 这学校的招高啊 网友给出了六个字 新奇特 有意义 孩子兄弟大红花 别麻哥哥笑哈哈 排队装袋领到他 特殊奖励拖回家 要问口袋装的啥 到了年底全家乐开花 没错 当初孩子们麻袋里 装的就是他 二岁兄我长大了 今年一月份 支教老师给学校 成绩优秀的学生 每人奖励了一头小猪 你好 你好 九个多月过去了 萌萌的小猪吃饱喝足 飞嘟嘟的肥猪成功出篮 这头小猪 是我们三年级的一个学生 得到的 是一头黄毛猪 昨天我们一位同事 戴科老师 然后他把信息告诉我 说他的小猪 已经卖了四千多块钱 四千 真叮愣啊 网友们对于这种奖励方式 也是众口不一 你看咱们的这位会员 叫明天你是否依然拜我 他说了 奖励孩子一头猪 万一猪得病了呢 那老师负责任不 学校负责任不 万一家长外出打工 孩子咋能一边养猪 一边上学呢 还不如直接奖励 二十斤猪肉呢 也是 也是啥呀 这就是认知的差距 你奖励一头小猪 这意义就不一样了 这是什么呀 希望的种子 养大了 能卖钱 还可以繁殖生小猪 小猪再长大 再卖钱 再生猪 我仿佛看到了一条 致富发家道路啊 你看就像咱们的这位会员 叫东北人艾劳科 他说了 送猪肉不如送小猪 这应该是受人鱼 不如受人鱼的最好诠释了 一辈子得到了实惠呀 反正总之吧 支教老师是用心了 这些孩子有福气 继续努力 争取明年 再给家里边带回一头猪 想要关注更多精彩资讯 请下载 北斗荣媒客户端 热心茶